台北市婚紗公會跟我們產業局每年都會舉辦活動 所以我們要把婚紗產業觀光購物 一次把它整合在一起 讓新人要結婚的時候 第一免除他們的麻煩 一次可以把所有需要東西都採購一起 其實現在拍婚紗已經變成是很專業的東西 因為從主題的設定 還有到這個禮服的選 選定禮服 還有這個攝影要專業 還有化妝 已經是非常非常非常專業化 不過這也反映出台北的 不只台北,在台灣 當人民的生活水準越來越提高的時候 他就會希望更有品類、更高雅 所以婚紗攝影機是反映出我們國民的生活水準 那從今天到28號 在發佈的徵宴館 要舉辦結婚購物節 我們邀請 凡是今年要結婚的都可以來這裡看 可以一次把你所需要的東西 在這個地方都可以 一次就把全部訂過完畢 剛才這個組織人在講 我們今年520 來到民政局登記結婚的有605隊 當然這不是在慶祝小英當總統 520是我愛你 所以剛好今年是2020 有人說愛你愛你 所以這今年應該是 要結婚的人2020是一個很好的年份 酒有年份,結婚也有年份 所以這個凡是今年想要結婚了 我們全部台灣的年輕朋友都可以到徵宴館 看一遍 把你需要的東西一次採購完畢 市府一定會繼續協助 給婚紗攝影工業 商業同業公會 更多的協助 你知道 那也希望說 從這個 這件事情 我們也是說台北已經到了一個 那成為一個國際城市 它不應當還停留在那種便宜 這種 小黑攝帶 應該是要開始走向高雅 所以這婚紗攝影也是一個 台灣 甚至是台北走向一個文明城市的一個象徵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謝謝大家